第四季节目 鸽牌鸡枪准备 开火 大陆大哥 枪别开枪 等会儿等会儿 我们抢枪枪 我们抢枪枪 枪枪枪 弟兄们 枪枪枪枪 这枪可人不战眼的 枪别弄口 枪别弄口 我们外面有十个团 明天就打进县城 告诉你们 把枪都落一块儿 把枪都给我放在地上 快点 就你们这几块料 还想跟我们八路军 骑兵连干一架 往哪儿看 我也投降 你咋回事你 枪呢 我没有枪 我是个马夫 只有一个马鞭和一匹马 有马 有一匹 帮马赶紧给我牵过来 好 好了 都蹲下 手抱着头 都蹲下 你说你们这一个个 啊 当什么伪军哪 马牵来了 要 快点快点牵过来 我看看 这马看着不错呀 你知道这是啥马不 这 这 这是正经的东洋马 嘿嘿 你小子还偷明白啊 哎 你们那长官多大个官 骑这么好的吗 我们长官官不大 就是个团长 不过他是我们军长孙建英的干儿子 这马就是孙建英送给他的 名字就叫军长 军长 对 这名不错啊 行了 打劲起 这军长就是我的了 嘿嘿 哎 听着 长 长官 啊 不是 你要说啥你说呀 不是 怎么跟老娘们似的 还吞吞吐吐呢 身上藏啥宝贝了 给我掏出来啊 没有 没有 真没有 我 我后边还还有一长官呢 还有一长官呢 还有一长官 在哪儿呢 就 就都藏在沟里了 带着多少人 十几个人 十几个人 后边三个牌给我听清楚 把他们给我看好了啊 谁也不准乱动 谁先动先崩了谁 你 蹲那儿去 看啥看啊 没见过啊 蹲好了 手抱头 好 我告诉你们啊 鬼子现在是秋后的蚂蚱 蹦得不了几天了 你们现在有机会提前投降 那是你们的福气 不然就算逃回了家 也少不了被清算 听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明白 蹲好了 脱下边的伪军给我听好了 你们现在已经被我们包围了 马上抱着头 把枪放地上走出来 不然老子就开枪了 刘春蕾 这闹了半天坡下面的缩头乌龟 是你小子啊 春蕾 我是躲来躲去都躲不过去了啊 这样吧 咱们做个交易 长家伙你拿走 短的我留着做个防身 你甭跟我谈交易 老老只是把枪给我放地上 跟我回家 我跟你回去就没活路 丑蕾 我跟你回去就没活路 我可没开过枪打过八路去 这不说你可以为我作证啊 对对对对 我又没打过八路 我只是混口饭吃 你放我一马 我记得原来咱们在我家说过 只要以后咱俩在战场上碰去 我刘春蕾认识你 但是我手里的枪跟马刀不认识你 你忘了 还夸着那把马刀啊 刘春蕾啊 刘春蕾啊 你混到现在 还是大头兵一个 你图个啥啊 我都当了营长了 我当八路军又不是为了升官 好意思替你那营长啊 丢八倍祖宗的人 赶紧给我回去 该处理处理该受罚受罚 给你个重新做人的机会 晚了 回不去了 那就对不起了 你可别吓唬我啊 你八路军再厉害 要不起来就你一个人 真要打起来 你自个心里清楚谁吃亏 这抗战打了六七年了 我这刁命死了多少回 自个儿都记不清楚了 现在活着早就赚了 咋的 要不咱就一块开枪 反正我这一缩子下去 咋着也得打开枪 倒个十来个 来啊 这小子是个绿笔剑 算我倒霉 兄弟们 对不住了 叫声 算你小子明白 把枪都给我放这儿 把那机枪放这儿 子弹都给我拿出来啊 快点 快 快 随便是你给我站住 你再跑我开枪了 别动 躲躲下 不许动 别动了 我搞不了你 快点 好齐了 后面跟上了快点 给军区发报 我们是大获全胜 葫芦日军三人 尾军两百八十二人 搅和九六十副兵炮两枚 其中重机枪五艇 轻机枪十六艇 罗马九屁 大余累积二十七枪 你看 你们已经连报了 你看 做好了 谁要敢跑就封了他 这小子行啊 团长 报告团长 我们俩 服辱了一个连的伪军 搅和了他们的武器装备 还有一匹军马 你和小五两个人好样子 不错吧刘翠磊 错了 错了 谁错了 我错了 你错了 这个崔炳智啊 没抓回来 我刚才 搅和他们武器的时候 没留神 他就跑了 跑了 我还想问你呢 你是不是故意压低枪口 把他给放了 胡说八道 他就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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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赛结束 比赛结束 结束 还棒吗 让步他们 让步他们 下面我项目比赛结果 下面卫生队啊 十八比十六 领先齐兵连 好 这场球赛啊 打得好 打得也精彩 也打得乱七八糟 这个齐兵连啊 虽然第一次摸篮球 没有打过卫生队 那情有可原 现在我宣布 这个卫生队获得冠军 好 这个讲解呢 是每人讲一条白毛巾 正宗的东洋造达 是咱们从鬼子的军区场里 搅和的 大家用热烈的掌声 欢迎这个卫生队上台领奖 好 那个谁 那个四连打得也不错 通过这次打篮球啊 大家就知道咱们齐兵团 是怎么打小鬼子的 是不是 现在我宣布啊 这个四连获得这个冯冯书奖 奖品呢是一口吃而硬的大铁锅 大家欢迎欢迎 可不要小看这个大铁锅啊 这也是正宗这个东洋造的 开饭的时候啊 他比那大炮都受欢迎 欢迎这个四连的同志 上来领这个大铁锅 领奖 快 欢迎欢迎 好 好 赶紧的还要不要来 快呀 快呀 还有脸上的脸 我没那么大脸 就去 我去就我去 赶紧去 来啊 来 走到给你打篮球 好 好 来 来 我说你 刘春蕾 还有最后一道程序啊 你们两个球队的队长啊 互赠这个小礼物 你表示两个球队之间的友谊啊 来来来 赶紧 快快快 小赵人 你快把锅接下去啊 快把锅给你接下去啊 来来来来 来来 来 这是一本 西洋体操教材 有中文 还有很多插足在里面 是一位开明绅士送给我们的 骑兵同志是我们的老大哥 他们英勇善战 我们希望 在体育方面 也能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 好 快呀快呀快呀 你的礼物呢 你拿人家 你给人家是 你说我 就是一百多斤 我这枪不能送他吧 子弹不能送他 你说 你这你是不是害我吧 我也不知道 团长没说有这个节目了 没有礼物 对 为了没有 快点给人家 拿回人家 团长 准备好了 你看我们有礼物 准备好了 我代表骑兵四连篮球队 送给卫生队 这是什么东西 雪花糕 啊 雪花糕 干啥用的 保护皮肤 往哪儿抹呀 你猪 好 往脸上抹 身上也可以抹 抹完以后呢 蚊子不叮 跳子不咬 蝎子长手一边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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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打开看看看看 看看看看 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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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不行 眼睛又不好看 眼睛 看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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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看完呢 干什么 喂 给我一个 给我一个 别抢 别抢 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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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公 别动 给我 哎呀 看着好好看 撕什么呀 拿来 哎哎哎 这抄着什么呀 这大老远就听着你跟着喊了 干嘛呀 哎呀 弄得跟毕业班谈了是哪 不是怎么回事啊 这好好的画色怎么都撕了 都是他们干的 上海就行 拦都拦不住 不是不是不是 小屋你也是真是 太较真是 太较真了 怎么这么小心眼呢 就撕了几张画色 你至于这么喊哪 回头给沾上不就完了吗 这都是同志 你看呀 谁还看呀 不是 还真是 怎么回事 这不是搞碰坏吗 都拿出来 谁要敢藏一张我发的跑十里地 快点 啥衣服啊这是 这是体操服 看什么看什么看 你们就是赶上我脾气好 这要换了别的牌子牌上 踢烂你们屁股 好 行了小屋你也别生气了 回头把这画册都张好了 怎么回事 那小屋更小心眼 怎么了 拍桌瞪眼都急了 我听说都哭鼻子了 是是是 你说就因为这 至于吗 这不是影响咱们哥们战士情绪吗 收没什么 哎呀收啥 没那么严重 多大点事啊 我跟你们说 要不是因为打仗 我们这个年纪啊 我们这个年纪啊 早就结婚了 哎可不嘛 咱们早当街了 儿子都会放羊 闺女都会盯扣子了 看把你美的 馋的呀 怕蚱子都流出来了 什么也是白馋的 看 咱们这除了周连长 其他全请你扫光棍 是啊 哎我说你小子 啥时候结的婚呢 你怎么能漏圈啊 你说你 不是 去什么去 别听他吓唬说了 提过一门亲 还没过门呢 是吗 那这个你最有经验呢 快快快 给大伙说说 对啊讲讲说说 说说吧 说说吧 别藏着掖着了 我说经验 连手都没剥 哈哈哈哈 还不好意思 说了哪样啊 看我 哈哈 我说这模样嘛 那会儿有点不好意思 没敢抬头 没看清 嘿 嘿 这不是我说你啊 你也真够没用的 哦 自己媳妇都不敢挣点桥啊 你这么着 下次你再回家的时候 带着我 我好好教教你 这男的女的在一块啊 你还在那逞强 哎 你让他去好了 就他那胆量 就上次咱新四军来了几个女兵 哎 见了人家大老远的脸就开始红 那个猴屁股似的 哈哈哈哈 他越走近他猴得越厉害 哈哈哈哈 还能跟这个红透 你甭跟着着着见我 自个儿啥成啥自个儿不知道啊 早了 啊 就那天 部队发了点战斗津贴 他一毛钱买了十个鸡蛋 拿毛巾裹的 哎呦 那乐子批颠批颠的 见着人心思这女兵 就超人手里塞一个 人家哪好意思要啊 你别在那胡说八道啊 其实你们知道吗 这里真正跟女孩腻歪过呢 是由春雷 春雷 哎 他们家有个童养型 你知道吗 他那回受伤 俩差点睡一窝了 哈哈哈哈 春雷 真的 讲讲讲讲讲 再讲讲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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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雷 在咋子 咋子 你怎么了这事 没 我这事 早啊 不说错了 我说你们扯这事干啥呀 咋 啊 我知道啊 那我跟她去道个歉吧 来 哎呀 快点坐 绿车的训练在手上 我说坐下吧 要不说你也真是 你们聊吧 我回去了 没事 怎么回事 没事 你快去 走 走 哦 哦 哦 哎 你没看见这儿的 别寻找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底 在一个月光明媚的夜晚 刘春雷的几位战友 难得地谈起了婚姻话题 他们对未来的成家 过日子 流露出美好的憧憬和渴望 然而 这几个连排战 没有一个活动结婚 甚至绝大部分人 没有看到抗日战争的 最后生命 一九四四年底 南下任务完成后 骑兵团回归记录御军区 这一年中 我华北抗日军队 转入攻势战役 整个华北的日卫军 士气低落 多数时间都归缩在据点内 我跟据地 到处洋溢着 轻松喜悦的气氛 谈婚论嫁的事情 多了起来 瞧咱这码头 又正又方 看那眼睛 颜明 看啥呢你 那是狂团长呀 你说这昨儿还蹦单呢 今儿这旁边就领了一个啊 这就叫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呀 这以前扛情压的那全是打光棍 现在咱打得胜仗多了 这脸上也有光了 谁家有闺女不愿意找一个给自己添光呢 是 现在听说这好多大姑娘小媳妇 都善赶着找咱骑兵呢 哎 有人找你没有 你别说没有我可不信啊 我早发过誓了 只要娟子还活着 我等他一辈子 真的 真的啊 干啥 你看这针角 我自己亲手补的 大姑娘能补成这样 哈哈哈哈 真的假的 一看你这一大针角哎 皱了巴唧的 一看就是你这双笨手干的活 绝对不是大姑娘的活 哈哈 你甭说我 你呢 别自个偷摸找着想好的 还不让我知道啊 瞅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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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我这一针得有一寸长 这能是女孩干的活吗 绝对自力更生 看这屁连的样 就是你自己补了 哎 哎 哎 我说啊 我这还有捐子蝌蚌 你干好啥呀你在这 你有捐子 那我有蚵花啊 蚵花不早就已经 叶铭 咱哥俩一样 这辈子打仗有份 成家无人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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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吴队长 这是怎么了 有人欺负你 有人欺负你 告诉刘排长啊 让他捶他 我勒你 这八路军可不带打人的 我九路军 你们俩就别在这磨嘴皮子了 这捷骨眼上 一个用都包不上 咋的呀 真有事啊 那个县大队长 他老缠着我 为啥缠着你 你傻呀 就那点事 你不懂啊 他呀是看着你就犯傻 吴队长 这有啥难的呀 咱共产党的天下 自由婚姻 自由恋爱 这俩人合适就在一块 不合适就分开 这还有啥难的呀 是啊 可是他一天登三次门 你说烦不烦 找团长啊 找了 团长不管 让找郑伟 郑伟又说吧 这是个人问题 组织不好参与 说怕影响部队和地方的关系 让我自己处理 那可就没辙了 有辙 你就说你有人 他不就走了吗 对呀 我是说我有人了 可是他不依不饶 非要让见那个人 你说了 你说了 你说的谁呀 你 你说的是 春蕾 这何事啊 不不不不 要不就这么着吧 你应该想的废事了呢 小王我同样扣屎盆子 这啥叫屎盆子呀 这叫这桃花池啊 你不然给我待着去 你你你你 真说的是我呀 那怎么了 不是 不是你看你这平时跟我一见面 就跟仇人似的 你这事想着拿我当当店牌 这是不合适啊 这 那我找谁呀 那牌以上的干部都弹着呢 就剩你们俩还哭着 那你说他呀 你让严明帮你这忙 人家是连长 比我官还大 他跟那县大队那队长是平纪 最合适了 严明你少拿我说这帮忙 别别别 胡队长 我爸已经是别人的人了 我真不知道 我知道 反正这话我已经说出去了 收不回来 你必须得收回来呀 这事啊 传出来让人家听着 这多难听啊 说四连三排排长刘春雷 跟仙大队的队长打架 没争个女人 哎呦这绝对不行 我帮不了你这忙啊 不合适 刘排长 算我求求你了 人家都求求你了 你硬来你了 多大点事啊 哎 哎 武队长 您就是喊我司令 这忙我也帮不了 哎 哎我说刘春雷 刘大哥子 哎呀 武队长 你要是有啥需要帮忙的 你就说话 哎 除了我 我我我还是帮你劝劝他吧我 驾 驾 真是个倔驴 软硬不吃 刀枪不入 王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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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我有事啊 哎呦 大明人可回来了 哈哈 你可千万别这么说 我可不算是大明人啊 哎呦 你还谦虚呢 这村里头三岁孩子都会唱了 啊 啊 刘排长真奇妙 装备好得不得了 排长骑着郡长跑 哎 哈哈哈 我跟你说 我没事老给这帮小孩讲故事玩 你千万别这么编排我啊 这幸亏八路军里面没郡长 这要有军长我吃不了兜着走 哈哈哈哈 哎呦 哎呦 不是到底啥事啊 啊 那个 有事求求您了 不是啥事你说呀 我们八路军 雍正爱民 支援生产不带打磕巴呢 说话算说 算说 给你提个气 哈哈哈哈 哎呦 哎呦 这别起后 是啊 起啥后啊 我发现这鬼子一不扫道 这满世界全是这事 我现在不想找 你忙不忙不别人去 不是 刘会长 我跟你讲啊 咱们骑兵 跨掌刀 背短枪 功劳大名声响 都骑着高头大马 威威武武 哎呦 可受闺女们待见了 你就不知道 村里头 有好几家人都看上你了 不是 王会长 我现在是真不想找 你看 你连人影还没丑见呢 你就说不找 我跟你说啊 那闺女可漂亮了长得 银本大脸双叶皮 哎 就那眼珠子黑溜溜的 哎呦 你就管她 你看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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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没有 三眼瓶的 三眼瓶 就是四眼瓶我也不找 你赶紧忙你的对吧 来来来来 不是 不是 我说啊 刘培长 你看 哎 啥子了这是 我看她都是跟雷了 啊 那王后又得藏开了 我带上 凡 你都说我 去相对象去吧 啊 刘春蕾 刘春蕾 你好吗 刘春蕾 哎呀 刘春蕾呢 他相对象去了 啊 他真相对象去了 干啥呢 干啥呢 不是 你这个女同事怎么回事啊 你怎么随便往老爷们屋里跑呢 就你这德行 哪点像老爷们啊 不像就不像 那我就是老娘们怎么着吧 出来不至于啊 就至于了 哎 不是你跟我 我 别问 我这照谁惹谁了 叶明你干嘛去啊 我算是认识你吧 极端的自私自利 明哲保身个人主义 一点都不够朋友 谁和你是朋友 咱俩什么时候成朋友了 咱俩是革命同志 什么朋友朋友的 弄得跟跑江湖子似的 革命同志更应该相互帮助 怎么能见死不救呢 谁死了 你死了 我比死还难受 你现在要是死了 我现在出去挖个坑就给你埋了 我现在是倪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 你说你这事政委都管不了我咋管 我管不了了这事 啥倪菩萨过河 不就是父女会长跟你说个没吗 刘春蕾 你是怕帮了我的忙影响了你自己 对不对 对 就是这么回事 怎么着了 许别人追你 就不许我去想个对象啊 我实话告诉你们 这村里大姑娘小媳妇个个都已经喷大脸 追我的多了 我凭啥打一辈子光棍啊 刘春蕾 你总算说实话了 你以为 我找你帮忙我就粘上你了 你做梦去吧 我告诉你 这辈子我就是不嫁人 我也不会嫁给你 不嫁就不嫁 我还不想娶呢 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 跟个母爷岔似的 你现在最好 现在就跑到那县大队队长那炕头上去 明天就给他生个大胖小子好呢 嫁就嫁 生就生 我生八个 吴队长 是聊得好好的你干啥去 好什么好你跟他聊去吧 你别走啊 我跟他聊什么呀 你干啥去 他要给人家生八个 这么招了 我得看看去 我看看这队长 到底是张二金康 还是三头六臂 快去吧 你可别耍中头疯 你们俩这叫啥这事 我说你这牛头都是上了的 还拉不住了你的 你干啥去 你小吴同志说话去到县大队了 我得去拦那事 快让开 人家到县大队你去干啥 你看你这跟土匪似的 你知道你现在啥神弄不 八路军的党员干部 你现在这不等着犯错了吗 海长这事你这甭管了 胡罗自个儿能处理 我没点事 不是 不是严敏啊 我不能让小吴同志 把火坑里跳啊 我得拦住他 你来不及了 你你你你你等 等着 人家怎么还成火坑了你 你确实他成火坑了呢 你跟我回去 小吴给我牵马 不是 哎 你你你松手 我不松手 我再说最后一笔 你把我松开 我松不开 胡严敏 刘春莱 行行行行行 我不给你着急 先回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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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还差不多 走 走 刘春莱 刘春莱 你给我回来 我要放回来 回头我报告 小张 哎 盗碗水来 高队长 你看这小张 个子高高的 脸白白的 小王 拧着毛巾过来 给高队长擦擦汗 这个小王啊 是当地人 可朴实的 手也巧啊 啥针线活都会 高队长 我们这儿啊 还有一个小眼镜 可要求进步了 入伍才两年 就收过一次通报表扬 还有一次嘉奖 我下来给你看看 不要了不要了 我说小吴同志 你得别给我读圈子了 我这个人 心眼识啊 看着人这日女的事 死都不回头 酒都你会拉不回 不是 高队长 我觉得 咱俩不合适 我觉得很合适 我年龄还小 我能等啊 等到啥时候都行 我脾气可不好 我脾气好 随意怎么知道 我都不生气 不 领导都批评我娇气 我就喜欢娇气的姑娘 我 还有啥你说吧 心里有人了对不对 把他叫来 王要碰王龙要碰头 你摆个厉害 我俩接个面 或者说你 泡个修球啥的 是不是 我们俩来抢 谁知道算谁的 输了都没话说 这注意不错 我呢 看看这帐二金刚三头六臂是谁 你怎么来了 你呀 这不是刘排长吗 我下枪 谁谁谁谁 刘排长 刘排长 插花楼那一帐 仗打乱了 有请中极枪 不知道谁缴货的 结果这个地方部队 给正规部队朝起来了 刘排长做主 送给了我们 刘排长 你知道吧 我们县大队就缴挺中极枪 也就是那挺中极枪 知道吧 咱当了县大队长了 今天 再说一下N人了 哈哈哈哈 公主 这个我知道 就你这个N人呢 因为那挺机枪 被团长一顿臭骂 俘虏了孙念英的意思 都没个请功 是啊 怎么会这样 刘排长 哎呀 哎呀刘排长 哎呀呀呀 太对不起你了 大人让你说委屈了 哎呀 怎么报答你呢 行了行了行了 我这胳膊快让你晃散架了 这报答就不必了 哎 我说高队长 你这都拿了我们的枪 就不能再抢我们的人了 抢人 啊 是不是颜明 啊 就是啊 你看 哎呀呀 哎呀呀 该死该死该死 刘排长 我不知道是你 要知道是你 哎 打死我也不能 ventil 啊 啊 呀 谁知道 哦 搞啊 对 zehn 一 是不是你小子干的 你这事进入团场干什么呀 干你惹事啊 不是 你这 这怎么弄我这个 行行行 你俩进去吧 我跟他进去 你 你咋行事啊 走吧 走吧 你帮我了 快跑 快跑 你们搞什么鬼啊 都出来啊 你不是不来吗 谁让你来的 是 我是不想来 这不是看在咱俩 这几年交情的份上 帮帮你吗 我是真怕你 往火坑里跳啊 我哪知道 你当人是现代队的队长啊 我要知道是高队长 我就真不来了 人家高队长人多好啊 打仗勇敢 人也时尚 要不 我去把他给你叫回来一下 叫叫叫 叫什么叫呀 我们刚才谈得好好的 你一进来 不都给搅黄了 我搅黄的 不是你这家伙 你怎么说话 怎么是我搅黄了的呢 要不是你跑到我那儿去寄我 说你要给人生八个孩子 我能过来吗 我来帮你 你又说是我给搅黄了 行行 你的事 你爱跟谁好跟谁好啊 爱给人生几个生几个 跟我没关系 关我屁事 你还骂人 我骂谁了 有人捡钱 还有人捡骂的呀 我这是骂我自个儿 我就是个傻子 党内这叫自我批评 要因为这点事 你想告才让你告去吧 刘春莱你别烧婚了 刘春莱我告诉你 你别自作多情 我根本就不喜欢你 从来都没有过 我讨厌你 太好了 小吴同志 我太谢谢你们了 尽早地坦来啦 你说你这要说完了 这不把我给耽误了吗 你不喜欢我 是我刘春莱这辈子的福气啊 是我们老刘家这辈子的造化 我代表我们家四十八倍阻动 我得谢谢你啊 你还以为我善赶着求着你 巴结你是不是 我告诉你 你别说给我生罚子 你就给我生出一个连 我都不惜地要你 刘春莱 怎么着 我打死你 我 你这是 我打死你 我打死你 打死你 刘春莱 大白天的打打闹闹的 让乡亲们看见了 这像个什么样子 算假了 他欺负我 欺负你 别这么说 他怎么可能欺负你啊 就是了 你不得找刚刚还好好怎么打下来了 刘春莱 这怎么接人 我不解释了 他说欺负就 就欺负吧 我接受处犯 这形势再刚刚好了一点 这乱七八糟的事情后就出来了 先向小欧赔礼 你剩下的事情 咱们以后再说 赔礼啊 我不赔 你 我接受处犯 刘春莱 董长 你你先别生气 你跟谁俊呢你 听不出来 官长放你马了 你赔一个礼道过欠就完了 我赔不了我我活 我说你是黄瓜的你 照拍你 你让他摔成我这样我就赔 对不起 排长 对不起 说不起 你算了多点点事赔什么礼 排长 班长 赔了 我回头再给你算账 我说刘大排长 嘿 你这大半夜的不睡觉 你这想干啥啊 哎睡不着前来挂挂刀 看我这刀骨子咋样 哎 哎 哎 锋利无比啊 颜蓁 你拔个头下来放我这刀刃上 吹发可断 你 瞎胡闹啥呀 你说一个大排长拿个刀 东上不睡觉 你给这个战士做啥把劲呢 越来越杀了你 风高放火天 你别胡闹了你啊 明天鞠躬风际大牙 你还在接着 我这些脏的估计 你还不该好好寻一寻 明天你都过不了 不是 西藤浩也没吹 招啥急啊 我保证这浩生没落 哥们就扔道放屁 哥 你快畅畅气词了你 这是你做什么 咱们聊聊我 你这就对了 我说咱俩多长时间没谈心啊 是多长时间没敲的 敲啊 我说你白天太过分了 这矿团长给你多大谈心线 你下去就完了你 还凝着走着往上顶 你顶啥呀 你就是矿团长脾气好 换东团长你敢 哎呀我发现 不是你提这事干什么 你一提白天这事 我告诉你 我这一肚子气 我憋屈 怎么说你死啥的 让我当了那么多人 你还摔了个大马趴 我丢人不能为我 我当时抽他的心动用 怎么着 我还得给他赔礼道歉 我跟你说 我要不是打人干 我当时我跟你说 怎么着怎么着怎么着 你还来劲了 你还打人家 你是门槛绊的 我们都看着了 怨谁 不是你帮谁说话呀你 不是我帮谁 不是 你当时没看见 他拿着那条子追着拍我呀 他不追着拍我 能绊在那门槛上吗 我这辈子 你瞧我摔倒他笑那样 笑得这漏牙 乐得见牙不见眼 我这辈子没丢过这么大人 他 这相见的小路 走向战场 走向那位母亲 而站的地方 在那半窝里 别孤独抱边疆 我的魂也萦绕故乡 望着你的背影 走向远方 望着你的背影 走向那位母亲 牵挂的地方 走向那位母亲牵挂的地方 走向那位母亲牵挂的地方 你手枪是你女人的故乡 让战争远离人间 去迎接那和平的曙光 让战争远离人间 去见那和平的曙光 让战争远离人间 去见那和平的曙光 让战争远离人间 去见那和平的曙光